粉丝联系我,他说刚来法国,不知道法国贴怎么做 走吧,现在赶紧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又有三个中国网红翻车的 先前大闹过日本西他又餐厅的其中一位 叫做小野亮的粉红网红 他有酒驾有车祸在日本,对吧 那他被人举报搞诈骗致富 那这个举报的人自己在前几天被诈骗了50多万人民币 他也是一名中国教师,带了一帮孩子 平时做点乐器的生意啊 在8月17号因为需要一件乐器 并询问了东营小野亮 是否能帮他在日本的大阪购买 而小野亮收款了1万块人民币的定金之后呢 自己买了机票前往大阪 抵达后啊,因为时间太晚了 小野亮让他明天一大早再换会 那我们听一下这位老师放出的音频内容 我是找东营小野亮通过换会的形式来买一把大提琴 他告诉我没有问题 然后我当天买了机票 给他转了1万的定金买了机票 飞往了大阪 那个时候大阪还是台风天 就是我非常信任他 因为我真的急要这把大提琴 日本人告诉我只能接受现金 或者是这个日本银行的这个转账 因为这是个私人的 他不是一个商店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给他发信息 他两个小时都没回 我在机场等了他两个小时 然后他才慢慢的回复我 他说今天太晚了换不出来要等明天 然后始终就是明天上午退下午下午退晚上 并且基本上都是发十几条 才回复我 当天晚上回复我的时候 我说那谢谢两个 我明天等您消息 然后我能不能加进私人微信 有什么时候我们聊一下房子 因为现在汇率不错 想在日本有购房这个计划 其实也是客气一下 也是客气一下 然后他就记住这件事情了 记住这件事情以后 这个钱一直都没有换出来 我不知道他真正去干这件事情了没有 反正这个钱一直没换出来 最后这个没换出来以后 我让我想让他退钱 他不退钱 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 这个钱上钱根本就没有了 因为我只带了50万 钱都给他了 那个时候大阪台风天 然后我让他退钱他不退 我甚至连住酒店的这个钱就没有了 然后最后一直在求他 包括家人也在求他 然后给了我5000块钱 没有换成以后 我就要求他退钱 他说的是需要这个 转账周期要等到下周五之前 前天就是下周五之前 然后周四嘛 然后他其实早上还告诉我可以退的 然后下午告诉我 这笔钱不退了 就原因是房子的定金 我说我哪给你提过房子呢 我没有任何一句话给你提过房子 这我见过你吗 我是哪套房子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我不知道 就是他想生吃了这笔钱 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其实挺难受的 然后几晚上都没睡着 然后我给他说 我父母都很晚就没有睡 几天都没有睡好 他说一句话就关他什么事情 中国人不欺负中国人 你影片里面拍的都是痛财日本人 我们看了也很爽 结果你自己确实日本国籍 整天都在搞诈骗 而且你诈骗的对象还都是中国人 我们按这个逻辑来说啊 小伟亮已经是日本国籍了 所以他是个日本人 所以不存在中国人不欺负中国人的事 对吧 这么多的小粉丝拿欧美的呼召 或是拿欧美的拘留 然后在网路上持续爱党爱国 痛骂自己拿着那个护照的国家 甚至搞了诈骗 好 那我们听完这个爆料的中国教室 我们来听一下 小伟亮是怎么帮自己辩护的 我就奇怪了 我都不认识你 你怎么就能给我转这个名 还有一点 我要是奔着你这四十九 我四千九我都拿到了 我告诉你 现在连个大傻子都知道 陌生人的钱不能用账户取接 接完了 马上北风 为什么 为什么你在我这边 没有给我提供任何项目的 同时我给你换的钱 我傻呀 我在里面我能得到什么利益吗 我公司是换钱的吗 而且一直是我的助理在对应你 日本助理都已经不干了 因为这个事 因为你真的 你跟我说 你跟我有很多的共同好友 其实只不过是你在跟我一起拍视频的人去爱着人家 去资金人家 然后你说我是日籍 OK 没有问题 你可以张嘴就来 你也可以随意诽谤 但是 我会一一记过 其实这个楼梯很简单 你刚开始是想通过我们公司来做房产业务上面的东西 刚才你现在反悔了 但是我们公司是不已退这个 影响金的 所以只能挂在你房产项目上 就是说针对这个项目 不管是小野亮搞诈骗 还是这名中国教师反悔造谣抹黑 我只能说 先前被中共通弃的反共人是王静宇 他确实有被中共迫害 他也是借着反共的名义 被中共破坏的名义搞诈骗 诈骗那些反共的中国人 而海外的粉红网红 也有些是同样在诈骗者喜欢看他们喷海外 喷欧美喷日本 赞扬中国的那些人群 对吧 还是那句话 老乡见老乡 背后开一枪 真的不要不信血 接下来还有一位叫做东北瑜姐的网红 在抖音上拥有2400多万的粉丝 比台湾人口还多 他是主打一个在农村生活的东北网红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红起来呢 因为这名叫做小语的网红 有将近180公分的身高 总是以干练飘悍的形象出现在影片中 而他有另外一个主角 就是他的丈夫 身材比他更矮小些 在影片中的个性 更温文儒雅一些 是吧 有种小鸟依人的这种反差感 所以让他们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没想到他前几天翻车了 他拍了一条稻田蟹的影片 造假用了洗澡蟹摆拍 我们看一下一些网友的留言反馈 本地人来说一句话 现在有本地蟹 但是最大也就一两半左右 不可能过二两 第二点 盘井蟹壳上有一层黑色 天生的洗不干净 不是脏 这是他的特点 像图片像这样子 所以余姐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本地的螃蟹啊 抓螃蟹没有大白天去抓的 我们抓螃蟹都是晚上在黑夜里去抓的 咱们的稻田蟹非常的黑 刷不掉的 这个东北瑜姐的螃蟹 都是事前摆拍好的道具 但是东北瑜姐表示 他拍的那条稻田蟹的影片 确实那些螃蟹是摆拍的 但那是官方邀约他拍的业配啊 而在9月3号 盘山县确实有一场关于和谐的相关活动邀约 有没有非常搞笑 翻车了就是这个网红的问题 政府没有问题是吧 我跟你说啊 即便是个人习文为 在台湾政府单位找的网红 出事了 摆拍了 造假了 诶 你政府也会被喷 为什么 因为你是人不明 你找人找不清楚 因为你是收了人民的纳税权去做的 你要帮人民去做一个背书的动作 大家回想起来 上个礼拜不是有一个中国女孩在蒙古 诶 遭受到了不好的事情 结果中国大使说你要先签声明 你签声明 我再帮你找律师 我再帮你找这个翻译 那为什么要签这个声明呢 因为签这个声明我大使馆就不负责了 那也就代表说中国大使馆 它不背书 他们政府单位找来的翻译 或是律师有一定的水准 不就跟这个差不多吗 而更多网友就开始质疑啊 你这条影片摆拍 那你其他的影片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摆拍的呢 最后一个翻车的网红啊 是前几天影片提到的 叫做亚人的中国网红 他最近不是大闹圆明园碰瓷日本游客吗 那他也被翻出啊 在19年啊 与美国因为强迫他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 所以被通弃了 赔了一百多万 那这个单位是美金还是人民币啊 没有细说 然后就离开美国 准备去英国读书 那在就学期间啊 他也常常打着爱党爱国的影片到处碰瓷 我上次还没反应过来啊 原来我早就做过 呛过他的影片了 前几个月他在英国航空上 碰瓷说什么那后面的乘客 启示中国人 结果就是完全莫名其妙的 对吧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啊 他就是小小招家人 在美国读书 赔了一百多万人民币或是美金 随后又可以无缝接轨的到英国去读书 毕了业 那你就知道他父母是干啥的 这不是我说而已啊 在中国有流传一个图表啊 这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通常啊 有一点身份地位有一些钱的人啊 有能力的绝对会让自己的孩子啊 大部分啊 在美国读书 再来是英国是吧 什么意大利啊 日本啊 新加坡啊 那些都是摆在最后的 你有钱一定是美国 退而求其次才是英国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混不下去了 退而求其次 他也是到英国了 对吧 你说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 也不要说中国家庭啊 即便是台湾家庭 一下子要你赔 一百多万人民币 差不多四五百万的台币 谁一下子赔得出来 陪完之后还有能力 马上让孩子又去英国读书 这不是小小赵家人这是什么 而且学历一定要欧美的对吧 不是说哦 美国犯了事 那咱们回中国读书吧 随便找个一本吧 因为在中国读书考 北京或是清华大学 你还是要有一定的 学科成绩 要有那个成绩你才可以上 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你即便是赵家人 你赵家也不方便进去 对吧 但在欧美呢 你花一堆钱 你就可以进去读书了 所以这些赵家人通常成绩都非常的不好 都是花钱去洗学历的 是吧 所以他为什么回不了中国读书 因为他考不上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 中共外交部在昨天回应到 对于这个亚人大闹 远民园日本游客的事情 我们尊重多元立场跟声音 但是我们对亚人大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 有没有非常搞笑呢 今年六月初啊 一样是中国网红 前几天被逮捕了 铁头啊 他跑到日本的晋国神社撒尿喷漆 结果中国外交部说什么呢 晋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象征 日方应该正式反思历史 诸如此类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人家问你有没有注意到铁头干了这个事情 然后你在答非所问什么呢 中国小赵家人亚人大闹北京的事情 你就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而这名中国网红亚人啊 他本名叫做李高阳 他也曾经教各位小斐红在法国怎么逃票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粉丝联系我 他说刚来法国不知道法国体怎么做 现在我演示一下就是法国 来下赶紧啊 走车就行了 让我来 对对对 漂亮 对对对 很棒 这是两个反台 真的是肉麻当有趣 不管当地人会不会这样违规讨票啦 你来出这样的教学影片 苏州日本小学校车这个事件 确实也发生过啊 也是违法的啊 难道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你也要去学吗 路上有人闯红灯 哇没有被警察抓 有些人都在闯红灯 你要去学吗 我去法国看到好多人 即便在巴黎的闹区也是 行人 无视红绿灯 闯红灯 难道我要去学吗 我不会啊 不仅如此 他甚至还在亚洲 不知道哪个国家 拍摄怎么抢劫的影片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吧 只能说啊 有一个造交人的父母 不管这个父母的含照量 是很小还是很大 有一个造交人的父母啊 你就可以这样无忧无虑的干破事 可以这样一事无神的 继续挥霍无度 哇人生胜利组啊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帮我下期见了 掰